大家好 今天我們法律知多點的環節 題目是《警權與人權》 請到兩位嘉賓跟我們說警權 以及我們遇到警察行使權時 我們又有什麼人權呢 先介紹兩位嘉賓 我右邊的是佈大狀 和大家打招呼 各位好 佈天明大狀 我叫他佈大狀 我左邊是盧律師 各位觀眾大家好 我們看到現在全球佔領華爾街行動 香港的情況會到中環 會有很多人集會 集會的時候 香港是有些法律規定的 例如警察用揚聲器 今天就說用扶手電梯 用揚聲器提醒他們 集會是未經申請 但集會的人又沒有什麼理會 因為他們都會和平這樣做 現在的行動一直都是這樣 大家都看到全球都有這樣的行動 在這些行動之餘 就好像類似很多年前 有些寒龍事件也是這樣 先問盧律師 集會來說 市民有集會權 一般是需要申請的 因為基本法裏面 市民都有集會結社的權利 如果人數少於五十人 是不需要作出 甚至不用申請 甚至也不需要通知警方 超過六五十人就要申請 都是通知警方 警方可能會 譬如我們很多時的七一遊行 警方會和舉辦團體商量一下 遊行時的情況 很多時會發出一份不反對通知書 讓他們可以進行遊行 但好像上次一樣 亦有些條款加進去 令到舉辦機構要向 警務處再上一級的委員會申請 將某些條款撤銷 結果是成功的 香港遊行集會有兩條條例 一個是遊行集會 是公安條例 如果遊行有三十人以下 就不用通知 但是三十人以上 就一定要通知 集會有五十人 市民很厲害 我看到遊行有二十九個 分開了 對 很聰明 香港都是遊行集會之都 其實都是走少少爛 走少少爛 法律規定了這個方法 所以香港很多都是去 例如政府總部 遊行 有二十九個走上去 不過 雖如此 香港遊行的風氣 大致上都是和平 看來香港多年都是這樣 五十萬遊街都是沒問題的 如果萬一發生了事 被警察去拘捕 我就說一般的情況 登市民才知道 假設有發生了任何警察去拘捕的情況 一般警察行使拘捕權 警察當然要去拘捕 但也要行使拘捕的時候 要合法拘捕 首先警方行使拘捕權的時候 他一定要清晰告訴被拘捕的人 他究竟因什麼事要拘捕 他 要給他一個拘捕的理由 舉個例 例如他做了一些非法的事 或者他襲擊警員 在那個時候 他就要懷疑 這個所謂被拘捕的人 曾經襲擊過警員 這就是拘捕的理由 因為他如果襲擊過警員的時候 他就很有理由 宣佈拘捕他 以此同時 他也是需要即時警戒被拘捕人 警戒究竟是什麼處理呢 就好像類似那些說話 不是視標你說 除非你住院說 無論你說什麼 他可能會寫下來 將來做呈堂證供 在這兩個條件下 一個就是拘捕的理由 第二就是提醒他 在我們的公民權利 又或者是憲法底下 或者是基本法底下 提醒他 他有一個所謂的針盟權 在這裏 那個被拘捕人 在那個時候 可以說話也行 不說話也行 即是去到警署的話 他其實的意思是 可以不說話的 在現場可以不說話 去到警署也可以不用說話 是 那他要不說出來 說我不說話 我選擇不說話 因為就這樣 那兩樣都可以 你合口 他又叫你不開 是 那幾條緊陣派 就說 我選擇不說話 我保持針盼 這個又可以 通常在警署裡面 譬如跟客人去拿口供的時候 你寫到陪些 他會說一句 我不願意回答你 即是我不願意作供 並不願意回答你 以後所聞的問題 警察都會問他一句 你是否願意 是 好像結婚 你是否願意 他就說 我明白警戒 但我不願意作供 亦都不會回答你任何問題 有些調查 大概 大概概 很多市民 就這一點 都不太知道 即是說 不是是必要你講 不是是必 除非你願意講 但他就以為是必要去講 所以可能 我相信 在我們這個法律 譬如市民 或者他們知道 不說話是他們的權利 北大壯 一般來講 在下口供之前 他們有什麼權利 都會講完 可以請律師 那些市民拿著一張紙 他們有這個權 他們都不知道 其實是法律 賦予了這個權 這是普通法律的權 這個其實在警察錄取口供之前 即是用文字錄取口供之前 他有一份所謂叫做 警方 他自己講的 給拘留人士通知書 或者是 給拘留人士通知書 他那個就寫明 有個form POL153 POL即是警方的眼寫 153 這裡列出有很多個 被捕人士的權力 其中包括 他可以請律師 亦都可以 其中亦都說 包括 可以通出他家人 等等這些權力 那些權力 那些權力 但他告訴你 有些權力 他可以請律師 或者是等他律師來 律師說話 是的 假設他講的這件事 我都是等我律師來 但警察就不讓他請律師的話 會否引致口供無效 這個可能是導致 將來去挑戰 他的所謂自願性 給口供那方面 可能是其中一個理由 即是說 下口供一定要是基於自願 基於自願 有些東西 證據證明他不是基於自願 例如他都不能找他的律師 這樣就可以挑戰那份口供 挑戰口供 不過這裏提提的一點就是 最大部份的香港市民 即被捕人士 不清楚他們的權力 執默權 他們其實被捕之後 他應該看清楚那些文件 包括警察對他們所作出的所謂的警戒 這個警戒是很清楚的 要告訴各位 不是事必要你說 我這裏稍微詳細一點說一說 不是事必要你說 意思是 這裏是有兩個選擇給他的 你可以說就行 不說就行 不是事必要你說 亦都可以說你可以說 亦都可以說你不用說 除非你自願說 除非你自願說 你出於自願的話就好說 不是事必要你說 除非你自願說 這不是在數學上的 負責等於負責等於負責 這就是 告訴你 你可以說 你亦都可以不說 你自己選擇 你選擇到一 你就不會選擇第二 意思是 你一說了 你可能 這件事 你是不自願地說出來 當然你也可能自願地說出來 所以那裏話 不是事必要你說 除非你自願說 跟著他講的說話 很嚴重的後果就是 你所說的話 你所說的話 就會扯下來 或者記錄下來 將來做呈堂證供 這是什麼意思呢 其實呈堂證供 是攻擊被拘捕人士 所說的話 意思就是 攻擊被拘捕人士 意思是 那把刀來的 是會插去的 所以那個被拘捕的人士 就不要亂說話 最好不要亂說話 最好等律書來了 所以 我們通常就說 會叫那位客人寫著 即被拘捕人士寫著 我明白警戒 即是阿福大狀所說的那些問題 我決定不作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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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後都是因為這樣 他想打電話 叫做Saunny Erickson 小寶哥的案例 他最後就是因為 他雖然在口供上都認了 陳少寶 陳少寶 是呀 陳少寶 他在口供上都認了他那件事 但後來他看到這個口供是否可塵堂 是這樣的情況下 於是他就拿到其中一件事 當時他想打電話 找到他的律師 而那個電話就收起了他 那是Saunny Erickson的那個電話 最後因為這樣 他可以把口供可以踢走他 踢除在政工之外 所以後來好像打掉了 這件事要使得聽審的法官 是要接受他的政工 即是被拘捕人 或是被告人的口供才行 但如果那個裁判師 或是那個法官 原審的法官或是裁判師 他不接受他的口供的時候 就等於廢 所以很小心 當時他因為這樣 就是多謝兩個神 一個就是許信的神 另外就是那個Eriksson 所以要處理那些政工的時候 就要很小心 剛才阿福大藏講的通知 如果大家去到警署被捕人士 就是傳名 發給接受警方調查的人士 或被警方擊留的人士的通知 很長的 剛才說很多的權利 我們要細節講一下 讓大家了解一下 好 包括可以要求律師的名單 獲得足夠的食水、食物、茶點 亦可以通知一名親屬或朋友 或者還有其他的權利 可以發電、電油、電子油件 給他的親屬位 那麼多的成果 因為他的手機很有用 手機很有用 但問題就是要關掉 當時才有得用 警方一定會禁止你用的手機 其實我想補出一句 這個權利 就不只是限於警方 所有執法部門 比方說海關、入境處、ICAC 這些被捕人士的權利 都是適用的 不過他都有些限制 他不可以去打電話 去通知這些人 再逃人士 叫他走路 警方也是責任 因為警方拘捕了一個人 他不知道多少人 會干犯一個罪案 舉個例子 可能有四、五個人 有些在逃人士 那些警方也很有興趣接觸他 當然 但是被拘捕人士 當然是很希望 將所有的東西 蓋起來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在那一刻 警方是和被捕人士 在鬥致 根本上 在下口供的時候 還有些細節的事情 大家留意 有一次 那次韓龍那次 他捉了很多 所謂他們 懷疑他們違反了公安條例 去到觀塘的警署 附近 以及觀塘區 那時候找很多律師 每人代表一個律師 這樣的情況 他們下口供的時候 是怎樣行使針盟權 怎樣是最適當的 當然如果韓龍事件 一定是講韓文 但是香港的 執法機關裡面 都有些 所謂 interpreter 那些叫做翻譯員 舉個例子 譬如南韓人士 用南韓話的翻譯 在那時候 有溝通 當然 他起碼 那個翻譯 懂得講廣東話 和講韓語 他們亦都知道有少少 所謂法律的知識 甚麼叫做執務權 他們依照每一句說話 去翻譯給被捕人士聽 所謂韓龍的被捕人士 亦都會翻譯給警察聽 他應用於同樣的道理 如果潮州冷的 不懂廣東話的 可能要找個潮州 潮州翻譯 潮州語的翻譯 潮州語的翻譯 或者泰國就找泰國翻譯 越南就要不漏洞拉 沒錯 是嗎 潮州冷就嘩嘩 但是這些翻譯 理論上 都是要由法庭那裏 特許 即他們有個號碼 特許的一些翻譯員 是的 高等法院承認那些 即他有個號碼 他們測試過 你試過有甚麼漁民 找一個翻譯 我試過有些是潮州冷 有很多的 譬如現在我們說 有些南亞裔那些 即要講YouDo 印度話 喀習米爾話 即香港都是國際城市 當然英文是最普通 如果英文就不需要翻譯 有些譬如在內地來的 就要找普通話翻譯 但可能普通話翻譯 供應的數量是比較多 但我知道最少的翻譯 就是蒙古話 因為全香港只有兩個 如果剛去旅行 通常一個是代表警察 另一個是代表被告 那這個下口供 很多時候我見有些 快快下口供 就打算回家 其實下口供是很重要的 下口供很重要的 是一個很基本 而且對被告人 是一個很重要的環節 香港沒有說什麼 警察有些說 秦麗下口供而已 就不是這樣秦麗 秦麗就是香港法例去下口供 將來有否足夠證據 攻擊被告人 很多時候都是靠一份所謂警戒詞 這份我們所稱的 被口供就是警戒詞 所以市民不要打算 秦麗下口供就回家 你下口供寫就要三思 要不就不要說話 如果你說話 你就要說實話 你不要說假話 不要說假話 你講話的話 他就會問到你很多事情 要不就不要說 所以很多律師要陪那些客人去的時候 事前是會先單獨會面 就拿了他的指示 現在都是 以前都是 現在都是 不過現在似乎 就律師少了這方面的服務 給到那些被捕人士 因為到最後 是請律師去 就要有少少所謂 要付少少錢 但是 就似乎就是 工營機構裏面 譬如舉個例子 當局的施工方面 這方面的服務 已經是沒有了 變成要私人請 唯一這件事不是那麼好 其實 或者說 如果我們真的要維護 這個法律 市民在被拘捕 和落口供之前的法律 律師公會找一些當局的律師 如果被拘捕 就可以打電話去警局 幫助這些人 但這也是牽涉到 另一個法律服務 可能政府會說經費問題 可能政府會說有那麼多錢 又不是在做這些 又在派六千元 但其實這個 在我的看法 都是一個很重要的 很重要的 法律的 權利 這個服務其實以前有 當局律師 大約現在 一數上去 應該是2003年之前是有的 但好像2003年之後 香港 我不在家的年份 大約是2003年左右 這個服務就是因為 香港那時的經濟不好 走下坡 所以取消了 譬如說 夜晚刻深夜兩點鐘 國律師都會出動 深夜兩點鐘就沒有了 因為當時都是入口的時間 甚至乎當時還可以 還可以認人手續 當時律師都會有人派去 因為繼續說下去 除了下口供 就是首身的情況 在幾年前 就是2007年發生過 一個叫剝光珠事件 就是四男三女 就是剝光珠 首身 這個叫利東階示威者 首身之後引起公眾歪言 現在在警署 任何首身的程序 就修定了情況 在這方面 市民在那裏 如果在警署面對 首身的情況 有甚麼權利 其實當然 警方在法律上 他手下這個人 看看他身上 有沒有一些攻擊性武器 他有權 都是有這個權利 不過應該有男的 就守男的 這個一定是 守反男的身 女的守反女的身 但是譬如那個程度 是否要 他示威 是否要把他全身的衣服都脫光 這是否合理 現在的首身都分三級 即是他的首身 第一級是無需脫衣服 第二級是脫衣服 要重分三級之後 BBC 當然 他要行使這三級的時候 市民都有權 由當席官 按個適當的情況 要去 作出一個決定 行使哪一級 其實那個權在警署上 但是他用那個權 去到哪一個階段 這個就很取決於 執法那個人 那個 我們叫做 判斷 還有一件 阻差辦公 如果不合作 會不會阻差辦公 阻差辦公 不合作 有時候會 有時候不會 有師父 你故意阻礙才是 對 故意阻才是 譬如有一個很簡單的例子 譬如有個警察說 這個人 我看著他 打了 河包 另一個人的錢 我拘捕他 突然間 有個人走出來 拘捕警察 我不給他 快點走 這些 你快點走 警察找到你了 這些可能 這樣又不是阻差辦公 這些是另一個 協助逃亡 可能會再被阻差辦公 還要控告 較嚴重一點的罪行 但是 這個我相信 即是有些被告 現在說襲警 襲警在法律上 分開兩條條例的 控告襲警 如果警察條例的第六十三條 就是較為輕微一點 另外就是 侵害人身罪的 那個就很重要 那個就很重 那個就很重 沒有得緩應 沒有得緩應 要坐牢 所以現在 警察如果被人襲警 都是集中突的 那些示威人士 那些襲警 他就用這個 36B 如果我沒有 有一次 有一個被告 他說他用口水 吐口水 吐到警察那裡 就不是用公安條例 那條 就是看性質 這個嚴重的性 在這裏 要提醒所有示威人士 就是在這個面對警察 這個情況下 都是要合作 但是就是行使你的和平示威 請願 那些權 基本上是這樣 但如果真的說 中間發生了任何事 要拘捕你的時候 一定要給你一個理由 如果去到警署 很多香港人都認識 那些權利 但是俄羅斯 未必認識 那些權利 不過有一件事 要提一提 當你真的給完口供 或者你又願意給口供 之後 到最後 有一個所謂結尾聲明 那些警察 就會把口供讀一遍 給你聽 他問你有沒有修改 問清楚你有沒有修改 有沒有改變 或者是將那些東西 要增加 到最後那一段 警察讀完給你聽 或者你亦都看過一次 你認為警察 有時警察寫的東西 不准過的話 你一定要提出 跟警察提出 哪裏哪裏不對 改正他 要改正是你的意思 不是警察的意思 不是拘捕你警察的意思 然後才很簽名 這個很重要 很重要 阿布大狀今天 將一些經驗和大家分享 就這個警權和人權等等 牽涉到如果是去警察 的時候落口供的權利 大家就在這方面 要多些認識 去保障你的權利 其實這兩方面的權 都是一種適當的平衡 在這麼現代化的香港 這些需要平衡的案例 就不斷發生 大家多些給予意見 去完善香港的人權 和警權中間的平衡 除了一個平衡 大家有沒有補充 下次有進一步這方面的題目 我們請阿布大狀和盧律師 來和大家討論 今集到這裏 再見